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3号中午同泰国总理巴育 柬埔寨首相洪森 老挝总理通行 缅甸副总统赛茂康 越南副总理范平明 共同参观蓝苍江 湄公河 国家合作展 李克强同五国领导人 依次参观了新能源汽车 绿色电力装备 高铁列车模型 新型建材 智能家电 机器人 云计算设备 杂交水道标本等 认真听取各企业代表的介绍 详细询问有关设计细节 技术标准 适用环境 和合作进展等情况 看到美工河国家领导人 对中国水道品种 表现出浓厚兴趣 李克强高兴地说 要让中国杂交水道走出国门 助力蓝莓国家 成为世界两仓 杨精参加上述活动